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师为您带来的 夺牌全英雄攻略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 当前版本也是顶分局 胜率非常离谱的一个英雄啊 在7.36a的这个版本当中 也是一个可以说获得了极大加强 其实7.36吧 就已经是获得了极大加强的一个英雄 是谁呢 沙王啊 这个英雄 当前版本的胜率已经是超过了53% 非常离谱的一个数字 这个53%这个数字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啊 只要超过了52% 可以说这个英雄都可以拿来去练一练上分的 因为其实顶分局玩家 只要他打的场次独够多 如果他的整体胜率 作为一个哪怕是一个职业选手 他的整体胜率如果能达到52% 他都已经是一个非常逆天的胜率了 所以如果你的某一个英雄能够练到超过这个数的话 就非常高了 这里一上来先是一发穿刺 然后读狗一个关 然后沙王我会撤一撤 身上的装备的属性装拉满 白牛冲一下撞一下对方的蓝胖子 沙王一看有机可乘 我先上来摸两下 人头呢并没有拿到一血 不过对方的蓝胖子是沙王拿到这里 再来一个漂亮的一穿二 穿完了以后再接着追 这边能再杀一个吗 再杀一个 虎视图再爆一下 漂亮 开局直接两边打成了一个五个人头交换的非常激烈的一波团战 一上来就打成了一个二比三的人头数 可惜的是沙王那边没有能够拿到一血 还是被对手的剑胜 拿到了一个一血 而且拿到的是本方一号位露娜的一血 那既然这个剑胜 对吧 他拿了我们队友的一血 那我岂能放过 好了 收回这场比赛的第一视角选手是来自于33 也是一个非常顶尖的三号位玩家 出门庄方面 大家可以注意 两个圆环加上一个力量手套 再加三个树枝 然后在拿完人头以后 第一波团战打完 直接是运来了一组吃树 加上一个护腕的配件 那么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现在这个沙王的自带回血 在拥有一个护腕的情况下 他的自带回血已经是高达4.2 有这个自带回血 一般线上的消耗就不怕了 而且打剑胜 大家在用三号位打剑胜的时候 两个护腕不要省 必要的时候可以出三个 剑胜这边直接开转 过来去转这个宙丝 那这个剑胜死了 这个剑胜死了 这个剑胜非常明显的死了 这个地方 为什么这个剑胜 他刚才这个位置一定会死 因为剑胜在前期 他的这个转 如果不能够去完成 有效的一个击杀的话 一定会导致自己的站位 过于的深入 而沙王加上宙斯 这两个人明显在前期 这两个人无论是从追杀的角度来讲 还是从输出的角度来讲 都是非常强的 无非就是他们打不了开转的剑胜 但是你的转结束了 那就不一样了 对吧 那这关又是一个三技能 直接炸死两个兵 外加利用土石毒 疯狂消耗 这里转身一发穿刺 咒斯一个小垫 一个平A 然后再一个小跳 一个平A 一个小垫 完成了对方 玩胖子的击杀 沙王现在说的没有蓝 那么宙斯在A几下对手的肩上 肩上这波开始转和对手换了一个血 但是沙王表示我双护二 对吧 我双护二 5.5的秒回 你一个转转完了以后 等你下一个转的CD转好了的时候 我的这个血量基本上已经回了一半了 这里再吃一棵树 那么回血直接来到了一个12.5 这个开局的对线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现在这个沙王啊 其实就是现在的三号位 虽然说7.35就是三号位是非常强势的一个版本 这个7.36这个三号位丝毫没有削弱啊 丝毫没有削弱 甚至比以前有些英雄变得更强了 像上个版本完全登不了场的沙王 这个版本绝对是最强三号位之一的有力竞争者啊 这个前提条件加的比较多啊 又是之一啊 又是竞争者 这个地方平A一下 腐蚀毒这个东西就不用多介绍了吧 我觉得腐蚀毒这个东西 他在游戏的初期可以说 无论是兑现还是消耗都是非常神迹的一个东西 在当年 沙王这个英雄就经常用来去打对方的近战C 作为一个三号位打近战C 或者打近战中 这个地方 宙斯在骗 宙斯这个地方在骗对手 想骗对方的剑升上来给转 如果剑升上来给转的话 宙斯呢就是一个小跳 先拉开一点距离 大约还会受到一半左右剑升风暴的伤害 但是只要剑升风暴一结束 这个剑升就必死无疑 因为沙王的蓝量已经够了 这块一个小跳 穿刺上来 然后剑升开转 结果根本扛不住 大家可能没看出来这块他怎么死啊 其实中了一个三技能 中了沙王这个三技能的一个尾刺 由于尾刺这个技能 它是个物理伤害 剑升的转 它只是加魔抗 但是它不加物理的这个抗性 所以呢 它这块是明显低估了 沙王尾刺的这个伤害 要注意沙王尾刺这个本身的 伤害并不算特别高 但是它的说明是什么 对附近所有敌人发动一次 带有额外伤害的攻击 最中心125范围内的敌人 将受到40%的额外伤害 并且对所有的敌人施加一个腐蚀毒 换句话说 就是这个技能 它是一次附带额外伤害的攻击 与此同时还有对中心地带40%的一伤 外加腐蚀毒 如果你炸的这一线 周围有很多的兵线被打死了的话 那么在其中敌方的这个英雄的掉血 一般人是根本意识不到这个玩意有多疼的 那作为咱们做视频 给大家做第一视角攻略 那一定会让大家感受到 那不用着急啊 待会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惊人的画面 杀王这个英雄呢 现在开局 打了四分多钟 对方的剑胜已经被压得完全没眼看了 杀王这边的也是22-7 双护二的情况下 剑胜无论如何 他都是赚不死这个杀王的 关于伤害 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的来说一下 再加上一个试卷术之后 剑胜现在一个赚 大约能赚掉对方400到500血 但是由于他赚的时间比较久啊 所以杀王可以利用他这个赚的时间 再回上来四五十的血 也就是说 税后对于杀王造成的伤害呢 也就只有个400到450 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伤害 甚至更低 来看一下这波 有没有机会 宙斯这里给上一下 然后呢 杀王转身一个尾刺 吃魔伴 手里边已经准备好了一个穿刺 二级的穿刺 二级的尾刺 这里穿刺给上卡位 这个地方想卡一下位 没有卡到 不过不要紧 再往前追 一个尾刺 直接送对方的蓝胖子 带走 带走完了以后呢 剑胜开始往上追 但是我手里面还有一张柳商莲花 这个玩意可是回一回蓝的呦 直接卡着往前走 柳商莲花一吃蓝量就够了 这边给上一个尾刺 接上一个穿刺 打死对方的剑胜以后呢 对方带则过来了 宙斯一看肯定跑不了了 转身直接把自己所有的输出打出来 反应也是相当的迅捷 这波打完了以后呢 杀王看了一下 由于自己身上的技能 已经都进入到了CD 再加上对方是一个带则在追自己 所以根本跑不了 因此没有选择做任何的抵抗 直接一张TP 回到家里面泡个温泉 终于这个身上的装备呢 是双护二以后 他选择跟的是相位鞋 然后再加上一个鞋垫 这里说一下为什么要用相位鞋 因为现在杀王的这个尾刺的伤害 非常的高 真的是非常的高 这个技能只有大家在实战当中 你真的感受过这个东西以后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玩意大人有多疼 我记得那个画面应该是要来了 给大家感受一下 好像就是这 好像就是这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满血的剑胜啊 现在画面当中这是个满血的剑胜 穿刺 走 一半的鞋 三分之二的鞋 四分之三的鞋 没了 没了 就这么简单 然后再接着往前追 开相位 再往前追 一个尾刺直接送走 满血剑胜 给大家回看一遍这一波的击杀 因为这个击杀实在是太经典了 就当前那个玩意大人 穿刺 尾刺 炸掉三个纪念兵 三个纪念兵的捕食毒 再加上他的尾刺中心伤害 对方满血见胜啊 这个可是一个 就这么被一个沙王轻松血液的单杀了 而且丝毫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性 就是这一波的单杀 对方是没有机会跑的啊 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个事 这波满血见胜 单杀掉以后 对方的戴泽 蓝炮的两个人包架过来 沙王进去转身 直接一个穿刺 进树林 然后身上注意 他是没有加大招的啊 这个地方他是没有加大招的 然后呢 在这个命石方面 他选择的是 沙尘暴会跟着他走的那个命石 这个命石 为什么要选这个啊 虽然跟着走就不能隐身了 但是为什么要选这个 很简单 因为他要裸一杖啊 三大这个沙王 他是要裸一杖的 这个就是相位鞋加鞋垫的 另一个妙用啊 当沙王选择去裸A杖 且他选择了那个沙尘暴 可以跟着他走 即便出了沙尘暴的范围 沙尘暴也不会消失 这个命石之后 沙王就可以依靠自己的A杖 相位鞋和鞋垫 在团战当中 让对方所有的人脚下都无比的难受 而且在有高等级尾刺的情况下 沙王的打钱速度也相当的高 尽管实际上沙王的腐尸毒是跟着他的地震 也就是他的大招等级去走的 但是一级的腐尸毒照样能用 照样能用 打钱是够的 好吧 当然他的爆发会低一些 但是打钱够用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他轻这波兵线效率非常的高 这一个平A 然后一个尾刺 再加上几个平A 这波兵线就没了 轻松血液 一波兵线就没了 这波沙王拿到了满级的尾刺 现在 四级的尾刺 相位鞋双呼尔 一个神魔之斧 装备方面是直接奔着A杖出 这个剑胜已经没法来线上了 剑胜现在已经完全没法来线上了 为什么完全没法来线上 现在的这个沙王啊 现在的沙王的血量 可以硬吃剑胜一个单体无敌斩 加上一个满伤害的转 这个我是经过算 经过严格计算的啊 是绝对可以轻松血液的 扛下来剑胜的一个满单体无敌斩 加上一个满转的伤害 而在这一个单体无敌斩 加上一个转的伤害 全部打完之后 这个剑胜根本就毫无退路可言 除非他转的时候直接TP 否则必死无疑 这里看一下沙王 看了一下对方这个剑胜周围没多少兵线 所以也没有去南卫这个剑胜啊 选择是带着这波兵线来直接进野区 你看这个时候对方人都放弃去跟这个沙王较劲 连抓都懒得抓的 把这个兵拉到一起 然后转身一个尾刺 你看这个轻引的速度 轻线的这个速度 这个打钱的速度 你说他裸一杖这个东西的贵不贵呢 很贵 可是问题是这个沙王太能刷了 现在他的尾刺这个技能 真的他也能刷了 你看这一个尾刺 两个平A 一组野怪没了 就这么轻松血液 然后相位鞋加上鞋垫 双护二1400多血 11点护甲 再加上有穿刺的位移 有沙尘暴的这个 伤害和干扰 那对方也很不愿意去抓这个沙王 实际上现在 因为要杀这个沙王的话 现在他们要交掉几乎所有人的所有技能 才能打得死这个沙王太难杀了 再一个尾刺 你看这个青线和青野的速度 关键是尾刺这个技能的CD只有5秒钟 满级只有5秒钟 蓝号只有30 这个太小了 这个太短了CD 而且他的蓝号也太低了 你看这又是一个尾刺 直接清掉一波血 由于尾刺会给所有的敌方单位都挂上服输毒 我一旦有一个爆炸了以后 很容易产生一个链式反应 一个爆炸的引发另一个爆炸 然后另一个爆炸以后再引发下一个爆炸 然后就核击变了 核裂变了 直接核裂变了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三三的沙王呢 在下落刷的比起 根本不去打正面团 因为他要出的装备是A帐 这个A帐已经快出了 这里你看这个青野 这个刷钱真的是爽 这个刷钱真的是爽 现在的沙王这个满级尾四 太爽了 刷钱实在 而且他的大招也不用着急加 只需要在他出到A帐的时候 把这个大招 甚至他有了A帐也不需要加 我觉得他的大招 你前期是可以完全不加的 你就把沙尘暴的等级 尾字的等级 穿字的等级加起来就可以了 反正他的大招 现在造成的伤害数值 不是特别高 而且你想让你的这个 大招伤害打满的话 其实更好的选择是有了A帐 以后配合你A帐的这个沙尘暴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沙王带着自己的这个沙尘暴 也是直接过来去清这个远古和大野 有尾次再加上五十毒 再加上沙尘暴 这个清远古也成为了沙王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经济来源 并且速度极快 这边A帐已经到手了 有了A帐以后 这个沙王就可以开始 他正式的打架道路了 现在人头数十四比十一 对方的戴泽 经济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剑胜经济是从一个 我估计开局怎么也是第六吧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有人 在六个大哥里 应该不会有比他更穷的 这里A帐第一波 回家泡个温泉 一张TP出来 让你们感受一下我的威力 看看队友给不给机会 对方好像还有不少人 我这边直接一个穿刺 沙尘暴开起来 然后再加上一个尾次 往前追 这边A让的技能 多少有点看脸 但是问题不大 我再给你一个尾次 然后接着往前追 这边追着对方 这个戴泽给自己加了一个博吧 但是你活得下来吗 一个穿刺张去 直接送走 然后那边有 由于身上还挣着对手 戴泽的一个暗影剧毒 这个剧毒之处 挣着一个剧毒之处 这里有点讨厌 不过无所谓 回到中路 继续利用自己的沙尘暴 再加上腐尸毒 再加上A仗的这个穿刺 你看这个沙王 他现在 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有一种 TS 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就是这个沙王 是一个TS 开着大招 然后 这个大招的效果 还是在自己的大招范围内 随机去放撕裂大地的 那个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 这个沙王 现在A仗有了以后 12级的沙王 满级穿刺 满级沙尘暴 满级的尾刺 既不加大招 也不加天赋 看看他的13级 选择加什么 他应该是在犹豫 我是加一级大 还是加一个天赋 因为其实10级的天赋 两边都挺香的 绝地穿刺的悬晕 和沙尘暴的 每秒伤害 这个对于沙王来说 提升都很大 顺带一提 这场比赛 3-3的这个沙王 他并不是在新版本里面 练的还特别多的 因为他练的真的还不算多 这边又是腐蚀毒 你看那边 开一个沙尘暴 走过去 然后一个尾刺 一波兵线 瞬间就没了 13分钟 这个沙王经济快上万了 应该是个 14分钟上万经济的沙王 其实这个沙王的经济 现在肥到什么程度 你把他手里 那7个人头 全给他去掉 一个人头算200 你全给他去掉 哪怕你7个人头 算1500 他还有八千经济 这个就有点离谱 就是一个人头 不算的情况下 他还有八千经济 现在手里边的下一个装备 目前还不知道 他打算出什么 目前还不知道 我估计 这应该是奔着 灵工心 雪晶石之类的东西出了吧 至于下一个装备 有些观众可能会说 出跳刀行不行 可以 出BKB行不行 可以 出风杖行不行 可以 都可以 因为现在杀王 他的作战装备 已经有了 A杖这个作战装备 已经有了 他的团战思路 已经确定了 就是开着杀人帽 在敌群里边溜达 特别简单 开着杀人帽 你愿意先开也行 你先开杀人帽 我再穿刺进场也行 你说我穿刺进去以后 再开杀人帽行不行 可以 我不知道 应该先开杀人帽 还是先开穿刺 反正我都摁了一遍 行不行 可以 是吧 都可以 14分钟 经济都快上万的一个杀王 那你怎么加都是对的 你技能怎么放 他都是对的 大招 你说我放了大招以后 我不知道这个大招 我应该先放 还是后放 那就不放 对吧 我不知道我先放后放 那就不放 反正开着杀人帽 往前走就完事了 这里呢 又是跟一开始 保自己的宙斯 两个人一波开悟 美滋滋 对方那边呢 也是开了个悟 关于剑胜加蓝胖子的 这个组合 这里给大家稍微提一句 剑胜加蓝胖子 是现在在路人局 胜率还比较高的一个组合 还比较高的一个组合 尤其是在全分段的路人局 顶分局单说 顶分局确实蓝胖子 登场太少了 全分段的路人局 统计下来的话 剑胜和蓝胖子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二人组 看看这里 VS 4被百牛撑了 不过百牛到点 到位置了以后呢 刹车 外界对方人有点多 沙王这块呢 也不浪 2000血的话 对方这个时候的 输出能力还是有的 先不要着急 尤其是今天剩下的 还没有露头 看看沙王 这里兜了一圈 从侧面过来 宙斯再给技能 那沙王一直在观察 找对方VS的位置 沙王这个穿侧 然后开启一个沙尘帽 这个沙尘帽 这个沙尘帽运气非常好 这炸起来对手的戴泽 一下 把戴泽直接秒了 然后呢 带着沙尘帽 往前追 对方给了一个孔特 这个孔特给的有点好啊 你别说 刚刚自己的队友 在前面留人 这边 宙斯 是拿自己的命脱了一下 不过 队友刚才被这个孔特 拉开的有点远 这里再给上一个穿刺 因为有沙尘帽的存在 所以对方不敢轻易进去 沙王的这个沙尘帽 A仗的效果啊 主打一个随机 真的就是主打一个随机 你运气好的时候 对方根本落不了地 运气不好的时候 对方根本就起不来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 在于如果你没有办法 第一时间击杀这个沙王的话 你还真不愿意进 他这个沙尘帽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 是那个被戳起来的人 还是那个意志 不会被戳起来的人 谁也不愿意去赌这个事 但是这样的话呢 就代表着 这个沙王 对吧 在他有优势的时候 这个沙王 他就非常的无脑的 就往里冲 你看这个沙尘帽 就带着个沙尘帽 到处打钱 你看这个打钱 走到哪 这个野怪和兵线 就轻到哪 然后因为沙尘帽 这个技能呢 他在满级的时候 CD是22秒 持续时间呢 是35秒 35秒的持续时间 22秒的CD 也就是说 这个技能 你可以全程开着 而且这个技能呢 他的蓝号是85 CD是22 也就是说 只要你的回蓝 能够达到4 你能够秒回 达到4 你都回蓝 这个技能 你就可以无限开 绝对是可以无限开 就是你的蓝量 永远不会空 智商达到3也够了 实际上是达到3就够了 因为他的持续时间阻 这边穿刺 然后呢 杀战暴 这个人没开啊 这里给上一个尾刺 炸一下 白牛冲过来 毒钩给大剑射 被白牛直接 在大招顶回来 什么技能都没有来得及放 看看自己对方的蓝炮子 也直接被秒 游戏时间17分钟 特队经级拉开了7000架 这里杀王 一张TB 踢到上路 对方这好像一个飞鞋 我看 好像看你一个飞鞋 对方是有个飞鞋 带泽的吧 估计是 果然 带泽是 飞鞋加A仗 这会儿 杀王的经级来到了 12450块钱 游戏时间18分钟 18分钟 这边杀王又是一个穿刺 留住啊 直接沙尘暴一开 身上的中立装备 带的是 蝎鬼獠牙 再加上一个雪晶石 然后呢 15级天赋 加的是尾刺的伤害 那这样的话 你可以看到 杀神暴这个技能 它现在这个范围啊 就在有雪晶石以后 就真的是大得有点离谱 这种杀王 是不怕BKB的 这种杀王 他厉害就厉害在这儿 他不怕BKB 他不怕BKB的原因 并不是 他能够控制BKB的单位 而是 对方有BKB的人 他也不敢在BKB的时间里面 全都用来输出 他要留下很多的时间 用来撤退 而且就算是 你有BKB 你队友呢 你队友可能没有BKB 对吧 你的队友没有BKB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的队友不敢进了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杀王而言下一个装备 他出什么就又也都是对的 他可以出什么呢 可以出跳刀 可以出兵甲 用兵甲来方便自己留人 可以出跳刀来去增加自己的一个切入能力 因为反正现在 你就算是跳刀过去 你的沙尘暴也不会消失了 如果你说我就不想出跳刀 也不想出兵甲 那我还能出什么 你出以太也行 增加点施法距离 让你的穿刺更远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以太这个道具 它有一个什么优点呢 你穿刺过去以后 你的沙尘暴会直接出现在 你穿刺结束的地点 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优势 然后呢 你选择去出其他的肉装 也没有问题 这真的就是主打一个 出什么都随心所欲 当然太有钱了 你看那个沙尘暴的经济增长速度 比队友的越齐都离谱 而且这还是在很长的时间里面 沙尘暴这段时间 他没太刷钱 真的没太玩命刷 如果他一直去找经济去刷的话 他现在的经济还会动 看一下对方在找白牛 白牛被空了 碰到吹底来 沙尘暴来了 你看对方这五个人 这五个人看这个沙尘暴都在往回走 都在往回走 没有人往上走 笑死我了 所有人都在往回走 这块沙尘暴带着自己沙尘暴 就往前拱 真的就是往前拱 你看对方人都在跑 都在跑 沙尘暴这边一个一穿二穿起来 那看看A仗技能 有没有机会把对方给穿自己来 你看这个A仗技能就是不动 真的就是不动 这么半天了 一下都没戳起来对边 但是你说这个一下都没戳起来 对边为什么不敢反打 就是因为不敢进来 你一旦进来了 对吧 你看别人都没被穿自己来 我试试吧 我也尽尽试试吧 然后就进去以后就落不了地了 很有可能这样 20分钟 15000经济 这个沙尔王的经济 反正也是多少沾点离谱 11000个人头 一个算 加上现在游戏时间 一个算250块钱吗 差不多 听听下来 一个算250块钱 那21000个人头的话呢 就是1250块钱吧 应该是 2750块钱吧 应该是 为什么是少成了一半 我这个 少成了一半 变成成5了 那这玩意又是轻松血液的一个单材 你看这回就是把他的这个A杖技能就生效了 你看A杖技能这边炸起来一下 看到了吧 结果就穿自己来了 回看了一下 出了个bug 出了一个沙尘暴的bug 应该下一次 他再开沙尘暴的时候 应该就正常了 我们不着急 这里支援过来 支援过来以后呢 被对方的戴责 给了一个剧毒之处 变了个羊 不过这波沙王 也就不往前追了 手里边现在有一个莲花了 下位鞋A杖莲花 雪晶池 主打一个就是让自己 怎么硬怎么来 根本不考虑 我怎么切入 没有切入 切入全靠走过去 狗国剑穿刺 就是我的切入 现在这个沙王呢 身上在有莲花之后啊 秒回蓝已经达到了10.4 秒回血现在是17 而且这边还可以刷远古 刷远古的速度也不算慢 这边过来再轻一轻大一天 沙尘暴的范围足够大 伤害足够高 也是轻松血液的 轻掉了这组野怪 再加上现在有三级地震 意味着现在已经是 满级的腐蚀毒了 这个最大值生命 最大生命值伤害 和基础伤害都足够高 爆炸范围有雪晶石的影响 应该是有作用的 现在游戏时间22分半 我们这个沙王已经是快17000的 这太有强了 这个沙王现在 这个英雄现在真的 只要 这个英雄现在是什么 只要玩明白了对线 只要大家对线 给他对明白了 后边的刷钱 没有技巧 就是开始沙尘暴 地图逛街 你就有无数的欠 路过的野区都是你的 路过的兵线都是你的 路过的英雄都是你的 没有任何的技巧 把对线打了 打明白了 打好了 打赢了 大王的英雄 几乎就是一个 无限滚雪球的一个状态 功力装备的一直带着雪鬼獠牙 没扯得换 这个东西反正确实对于沙王来说 也是在现代的这身出装 来说的话 也是一个完全不需要去替换的 沙王这边过来 溜达过来 给上一个穿刺 然后呢 沙尘暴过来 能再说进来一下 对方这个风筝吹了一下 但是沙王表示 我身上有莲花呀 我身上有莲花呀 这边对方也被吹起来 吹起来以后 落地又是一地的 沙尘暴的穿刺 对方还在上路带线 蓝胖的也是跑到了上路 先算跑到了上路带线 这里一张TP也亮起来 然后一个穿刺 加沙尘暴开起来 然后直接把这个兵线炸掉 以后剑升又空血了 历史重演了 另外几个队友落地以后 越骑直接开大 打掉对方VS的第一条命 加上了个幻象 不可这个关 他留住的正在开转剑胜 沙王又是一个穿刺过来 最后拿到人头的是越骑 打完这波以后 应该比赛就可以 宣告结束 就可以宣告结束了 因为现在这个沙王和越骑 两个人的经济 实在是有点过分了 虽然队友白牛 宙斯 白牛的这个经济非常差 白牛的经济 真的可以说是非常差 但是 不用在乎这一点 因为越骑跟沙王 这两个人的经济 对面已经完全看不懂了 12000的剑胜 18700的沙王 然后对方中单的带责 是12700 对方的三号卫章比赛 VS是9400 而越骑是马上17000的紧急 这个差距实在是过于厉复 下一个装备 沙王准备说的就是龙鲜 这里又穿刺过来 有没有一个A张技能 还有这个A张技能 你看这个A张技能 没戳到对方的带责 但是戳到了VS 又戳到了一下VS 而沙王利用自己身的雪晶石 也是一顿黄吸 直接把自己的这个血量 吸不吸气巴巴 看看这个招对方又是给上一个毒 给那个主方这边给一个穿刺 这个剑胜还转 剑沙王这边还在接着往前追 由于水晶石再加上一个大招开起来了 大招开起来了 把疯狂吸血 剑胜无敌斩 但是好像没多的用啊 这个地方一穿二穿上来 再开沙尘暴 疯狂吸血 急得根本停不下来 对方的人只要走进来了 就疯狂被吸血 你看这个沙王再给上 A这边A张穿刺 漂亮 然后对方这里博荡给一下 沙王给自己身 套上一个莲花 再给上一个尾刺 再则被打倒 直接利用自己的沙尘暴 烧掉了对手的小花仙 打完了以后 沙王还有关系 又靠着血腥石 再加上血鬼 獠牙一顿狂吸 打完这波以后呢 上路高低高破 25分40多秒 接着来拆对手的中路 对方应该快放弃了 这边是月琪出了给A张吧 这是 月琪是不是出了给A啊 还真是出了给A 打腿分身BKB封脸 然后做了给A张 手里边带盾啊 所以完全不虚 对方又是选择一波开悟 应该是想出来去 瞧秒一下 但是沙王不惯着毛 这时间牵手上来 给自己泡上莲花 那么对方这边一顿被弹 又是A张技能 穿刺一手 自己的主动穿刺 我走你 一个A穿三 然后继续沙尘暴狂吸血 打完这波团战 杀我满血了 尾刺 尾刺这个技能 基本上就可以有了就用 只能再给一下 又是一个A穿二 对方买货兰胖子 打王利用自己的 这一个A账 加上雪晶石 再加上沙尘暴 疯狂吸血 穿刺的CD又赚好了 我来一下 这边没中不够不要紧 我这边还有沙尘暴 进场以后接着吸血 这边完全不掉血 可以 有龙仙以后83.4的秒回 再加上雪晶石的吸血 再加上 叠鬼嘹牙的吸血 这个杀王现在 在一个 挺减的状态 中路高地高破 然后再过来去拆第三路 对方应该是 可以放弃抵抗了 这个杀王现在真的 刷钱速度快 他前期的腐蚀毒加尾刺 穿刺加腐蚀毒尾刺的这一套爆发 在前期的机会非常的多 只要对方的人在兵线附近 他这个机会就非常的多 这边直接是沙尘暴毒口 然后呢 开大招 进去 在全身里边洗一锅澡 血量足够多 所以还能浪一下 对方这个 所以这个招还打 但再出来一点 把剑胜 被白牛撞一下 大招顶回来 杀王在接着追 对方带着这边 给上一把磨棒 救一下 看看因为山有莲花 所以坚持奴地盏 没法给这个杀王 只能给别人 不过这招效果还不错 杀王这里又是 转身一个穿刺 直接带走 月琪交掉自己的敌条命 以后PKP开起来 一掌大招开起来 往里边追 小花仙也被秒掉 那么月琪在最后比赛 临近结束的时候呢 刷了一波三杀 让我们来看一下 最终这场比赛的数据 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碾压局 这个是杀王的一个单排 这是三杀杀王的一个单排 队友这边呢 是有一个月琪和一个独狗 这两个人是组队的 白牛跟蓝胖子 为什么 有点怪怪的 不知道这个是 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出来的 好像好像是 好像是现在可以在 是顶分局什么模式下 好像可以选人 我忘了那个模式怎么说的了 大王这场比赛呢 打了35,900的输出 由于吸血并不算做治疗 所以他的治疗统计里面是没有的 承伤方面35,000 也是本方第一 伤害全场第一 承伤本方第一 但是在承伤本方第一的情况下 他没死过 他没死过 他这是击杀数第一 然后助攻数本方第四 本方是第三 给他高的有一个20的毒狗和一个19的宙斯 他比白牛的这个助攻数还高一 但是他的击杀数是全场第一 而且领先不少 承伤数本方第一 但是没有死过 这个就是现在的沙王 在当前的这个版本 他的一个战斗力和他基本的对线思路 以及前期的击杀思路 还有在拥有了装备以后 整体的一个打团思路 他的A杖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大家使用他的A杖的时候 不要寄希望于他的A杖能够和你的任何技能产生足够好的combo的一个效果 因为没有这个能力 完全要看脸 而且这个概率并不是很高 但是你在开着这个东西的时候 对方真的不愿意进你的沙尘暴跟你打 一定要站在你的对手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干对方最讨厌的事情 对方越讨厌哪个东西 你就越做哪个东西 那这个时候你的胜率就会越高 好了 我是桑果大师 感谢各位观众大佬的收看和支持 咱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节目见